Hello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我今天本来想拿粉饼给自己压个油的 因为我刚刚收工 可是我的粉饼落在现场了 就没有办法 我今天睡了一个好久好久的觉 我现在整个人有点 我有点迷迷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好几样 就是我们洗澡啊 沐浴啊 然后包括就是 洗完以后护肤的东西 先来说说看第一部这个沐浴露吧 这个呢是Cosby他们家的牛乳石碱 无香沐浴露 想这个样子 好大一瓶好可爱 它最大的特点呢 就是非常的温和 冲洗完以后呢 一点都不刺激 而且冲洗完以后是那种非常的 干净舒爽的感觉 我呢是非常喜欢它的包装的 我觉得就是 这种蓝白色看起来奶奶的 而且整体看起来很简洁 给大家挤压看一下它的这个液体 它挤压出来呢是呜呜流下来了 它呢是这种像是 透明中带点乳白色的液体 这样子的 它呢没有任何的味道 因为呢它是没有添加那种 化学香料的 所以呢很适合对于那些 气味比较敏感的宝宝 或者有段时间你用惯了 香香的 想换一换 这种比较简约的 没有什么 呃特别的气味的 就可以试试看这一款 然后我自己呢也很喜欢用它 再一个呢就是 它只需要一点点 就可以洗很多很多的泡泡 这些奶油泡泡呢也非常的细腻 不会有那种 呃用起来什么刺刺的啊 痒痒的感觉 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 无添加香料的东西 这个呢用水随便的冲一下 就可以洗得很干净 而且我很喜欢呢 它就是冲洗完以后 身上滑滑的感觉 它呢不像有些沐浴露 不是那种 没有洗干净的假滑 它是洗完以后会让你觉得 是本身皮肤润润的感觉 而且它这个里面呢 是有添加保湿因子的 有时候晚上呢 偷懒呢不想涂身体乳 直接用它洗完澡 也不会有那种 什么干燥啊 紧绷的感受 就很适合用来偷懒 再一个呢 它的安全性很高 因为毕竟是用在 身体的皮肤上的嘛 因为它成分里面呢 酒精啊酒精这样的化学物质 主要是一些 很纯天然的植物氨基酸 它的安全指数也很高 那像一些新手妈妈 也可以尝试用这个 给小宝宝洗澡 因为小宝宝的肌肤 也比较娇嫩嘛 哦对了 敏感肌的仔仔 一定要入手这一款试试 洗完以后真的会很舒服 因为呢 沐浴露是我们每天都要接触到的 跟身体有亲密接触的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选择一款 安全舒适的 而且我觉得在保持清爽的同时 不要有那种 太干燥清洁过度的感受 以保护我们的肌肤 那接下来我要说下一个 下一个来跟大家聊一聊磨砂膏吧 我自己用的是这个身体磨砂 这个 Eastor他们家的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磨砂呢 嗯 它是有那种精油味的 就我最近特别迷精油的味道 你看 它的磨砂是很细很细的 哇 好浓郁的那种精油的芳香 就是 感觉很天然的味道 像这款磨砂膏呢 我打湿以后呢 会重点涂在后背 像这个区域 因为经常 感觉粉底有时候打在这儿 有点泄不干净 手啊 胳膊肘啊 然后一些 嗯 大腿内侧呀 然后脚上 我都会很认真的去 嗯 做一个清洁 磨砂的话 我建议就是 不要用太多次 你像冬天 我可能也就一个月 用三到四次 一周一次这个样子吧 在我在剧组的话 我就会常备这一款 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身体乳 我最近呢 没有就是直接用那种 正常的 比较普遍的身体乳 我选择了一款 他们家的 这个牌子我不会念 灯口我会把它写在下方 他们家的这一款 身体按摩膏 它是这样的 也是很浓郁的精油味 然后它呢 是需要一些些乳化的 我有时候会加一些 嗯 保湿精华呀 或者用那种 比较水状的身体乳 我经常会选择自己 用一段时间 嗯 用腻了的护肤品加进去 比方说我最近在用这一款 反正这个补水效果挺好 是用在脸上 因为当囤货 囤了很多用不完 我就把这个 现在会混合这个身体的按摩 一起用 你看它的质地是这样的 像那种猪油膏一样 但是会有一点 哇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绵密 我很难给你形容这种感受 嗯 我自己很喜欢 秋冬的时候用的厚重一点 很有那种包裹感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就是 聊聊我平常生活上的一些 小tips 就是我很喜欢把 用剩下的精华啊 面霜啊 然后手霜啊 全部都用在身体的部位 就包括还有一些 用在脸上比较刺激的美白精华 我就会拿来选择 涂在胳膊肘啊 或者后背 一些比较粗糙的地方 但是还是要跟大家说 是囤货吧 嗯 我有段时间 涂了很多东西 都没有用完 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很浪费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到 心仪的 真正实用的好的产品 然后最近有空 我也会多跟大家分享 拜拜 拜拜